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排球比赛中最简单且易组成的集体进攻战术 中一二进攻战术就是二传队员在前排中间三号位 组织前排两边四号位和二号位扣球的进攻形式 其基本特点是前排两个进攻点分别在二传队员的前面和后面 二传在往前的中间往两边传球距离相当比较容易 也是因为二传在中间中后场垫球给二传队员时也比较容易 还有一点是与五人接发球阵型很容易衔接 组织中一二进攻战术需要有往前二传技术 四号位二号位扣球技术以及接发球接扣球等防守技术 还需要有阵容配备与位置交换的知识 比赛时谁轮转到三号位则由谁来担任二传角色 二传队员右肩侧队球网 先观察发球 根据发球的落点选择自己的取位 然后接应同伴的接发球 选择最方便传球的位置组织进攻 当来球较低时不能传球 可以用电球技术组织进攻 随着大家技术水平的提高 渴望能够更好的组织进攻 我们就可以让传球较好的学生专职担任二传角色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位置交换的知识 下面请看四二配备时如何组织中一二进攻 四二配备有两个二传 前后排各有一个站在对角的位置上 请记住场上15号和2号是二传队员 二传在三号位时恰好组织中一二进攻 二传在二号位或者在四号位时 需要通过换位跑动到三号位 组织中一二进攻 轮转到三号位时 又形成典型的中一二阵征 组织中一二进攻 组织轮转 又同前面一样 组织中一二进攻 当本方发球时 对方组织接发球进攻 本方前排队员首先要准备篮网 所以取位在往前 二传在三号位时不需要换位 防守后即组织中一二进攻 二传在二号位或四号位时 需要换位到三号位 换位后还是先取篮网位 待对方完成进攻 判断球要到本方时 攻守下撤准备进攻 进攻战术的训练 主要是二传队员的跑动接应 以及传扣之间的配合 请看以下练习方法几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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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